我就是演员喜喜和突松眼 全市的岁月神都太催人了一下 两人在舞台上高手对决 让观众看得很爽 该冷静克制 该情绪爆发 细节设定分寸感 节奏感都拿捏到位 不愧为话剧派戏骨两夫妻的表演 生动自然不作作 真正的教科书式表演 恍惚间以为他俩是一对 温暖的细节和伤感的情节无数不少 很多都能触动人们心底最柔软的琴弦 叫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更有观众称赞他俩人的表演就像享受一样 表演结束后续争 也称赞这个片段是很好的教科书 不过张子怡的点评引起来了不少争议 张子怡表示 如果我是这个母亲的话 我可能会比琪琪更激动一些 我怎么把一个死去的孩子挡住来保护我活着的这一个 那个情感我觉得是一个点 是可以让它爆发出来的 琪琪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但是让我稍微有一点点失望 就是说她太冷静了 我相信全天下没有一个母亲 当面临孩子在你的面前死亡的时候 你不会落泪 张子怡的这一番言论引起了观众的热议 甚至有观众表示 琪琪的表演才像生活 比如说人真的恐惧时会发布出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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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